Title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替代显示文字 所以替代显示文字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它在图片上面替代显示文字 替代显示文字就是在图上点两下 选择一般 这边就有个文字 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文字 那如果说像这个 你如果没学过front page一定不知道 那要输入什么字呢 国立玉山高中回首页 那其实我可以把国立玉山高中 那个社团刚刚那个地方贴上 然后把它删掉后面的部分 回首页要自己打 可是回首页中间有一杠 这一杠你不能打两个简 这个就扣分了 一个字要扣一分 这个你要扣两分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地方 就要用标点符号里面 那标点符号如果你要叫出来的话 就按下那个Ctrl-LT加豆点 那切换之前一定要先改成 注音或者新注音 接下按Ctrl-LT按住 这两个键按住 再按豆点 按住以后的话呢 你们发现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标点符号 有没有 那你就按Z Z的地方就是一杠 就这一杠 当你有的同学说 那我打E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监考老师 他看到E他会给你扣分 大学的E可以吗 还是啊 一样啊 因为国字E一定旁边会有一个 不是这样横杠 这个是符号 可是如果打E的话呢 大写E哦 这个一样哦 完全一样 不过这个当时不是正统的啦 正统的方式应该是Ctrl-LT加豆点 那那个E只是也是可能是一种 头颜布啦 你打E也是头颜布 如果说你忘记Ctrl-LT加 那只是顺便教各位 以后那个要打豆点打不出来 就按那个Ctrl-LT加豆点 那输入回首页 回首页 手页 这样就完成按确定 记得哦 这个地方替代显示这位 图上点两下 一般的文字就可以 那这个第二题就完工了 第三题的话呢 网页背景 与图片背景颜色相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背景设定特别注意哦 格式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背景 格式背景里面 背景的颜色在这里 色彩的这个地方 旁边这边哦 背景的地方点下去 那颜色呢 就是点其他色彩 根据它的规定 这个数值打上去 它的数值是 F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小写也没关系 F8 然后 FB 91 像这个颜色我就没办法猜出来 因为这个就 F8 F1 没有 F9 也不能打错啦 小写也没关系 就这个颜色 它这个应该就 很浅黄色啦 很浅黄 F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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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5